李宗盛 李宗盛 老師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老師你作為被 之前也是有 曾經被罷免過的 的一個 名義代表 之前啊 那你對於 現在好像 又有聲音出來說要修選法法 你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不要透過好像 一次的活動 就有一些欺反式的反應 就忘了說 當初 那些救法的時期的時候 發生了什麼問題 世界上 有罷免制度的地方 他們在運作的狀況 到底才行的是什麼樣的規則 那理由是什麼 那 否則的話 我會覺得說 就是因人設事調來調去 我並不認為是一個聰明的做法 因為 你今天不應該說 這套規則 罷掉了我想罷的人 就好棒棒 就是罷掉了我不想罷的人 就是制度有問題 這很怪 那你說 那大家 好像很多人在罵上次 修正降低門檻的事 好 那 沒有修正降低門檻之前 是雙二一嗎 那我就簡單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如果透過雙二一門檻 罷免韓國瑜會成功嗎 罷免韓國瑜會成功嗎 對啊 對啊 那你 那你就是回到以前 讓整個罷免制度 沒有辦法被運作 那不為這次的罷免案 就是當然我知道 有很多朋友 大家都 呃 蠻失 對這個結果 可能會蠻失望 但不管怎樣 台灣的這個民主社會 所以有一套規則 我們就要 遵守這個遊戲規則 下去做 那不為這個罷免結果 因為雙方高度 兩邊都動員嘛 所以 投票率也過二分之一啦 那同一票也大於不同一票啦 那你說 好 台灣的罷免制度要再修改 那你就講嘛 那你希望改成什麼樣子 改成過去的雙二一嗎 還是有什麼更好 我並不排斥說 針對罷免制度在台灣的運作 齁 大家 重新的再沉澱 齁 再去想 那但是我認為 在做這件事情以前 不要因為一次的結果的期反射 就進行個案式的修法 好好的想一想 我們希望什麼樣子 的制度 還是要回到 以前整個罷免制度 完全沒有辦法運作的狀態嗎 我們在過程中 用重新提供的滴 我也要 解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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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